我已经踏破了 耶 好 成功进入地铁 扶个地铁吗 哎呀谁不会 是吧 加拿大真的是连地铁站也在修 好 成功进入地铁 看一下我们先生的楼梯 简直了 这家店去我们在网上查了一家评分 特别高的店 叫Le passé con passé 我这个法语我也敢念得出 服了我自己 意思就是过去 复合过去式 来造一个复合过去式的中文句子 我昨天吃了饭 哈哈哈哈 评分高的代价 就是要等位置 我们被带到了一个bar 就是他们没有桌子 然后我们就被安排到了 bar这边来吃 这家店评分高真的是有原因的 我终于点到了french toast 这个是烤过的法棍 然后我点了一个他们经典的早餐 然后我点了一个他们经典的早餐 我刚炒了和一块猪肉 就是炒蛋 烤土豆 我要开始吃了 完了好像有点天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 这个土豆 french toast 我刚刚尝了一口 真的超纸脆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进蛋液 反正外边应该是煎过的 我们俩现在 句话不说 专心在吃东西 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不太想在那边逛街 我特别喜欢蒙特利尔的一点 就是他们到处都有很大的全身筋 回家的感觉真好 还是不能晚睡 我昨天七点钟六七点钟睡 然后今天十一点钟起 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行了 家里养一只猫 就多了很多乐趣 比如说你要找猫在哪儿 我现在才觉得我的一天刚刚开始 喝了一杯咖啡 雨后的清晨 哈喽 我现在正在斯福兰 这里面声音音乐有点大 我这次来准备要选一个粉底 我想试一下 Fenty Beauty的这个保湿粉底液 因为我之前用过它下面的这款 就是正常的款式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 然后另一个就是阿玛尼的全力粉底液 这两个粉底液都是比较适合游性皮肤 真的假的 斯福兰有La Mer 我不管 我要试 我刚刚悄悄拿La Mer的润肤主 给我的手背做过了大顶 现在我要试粉底液啦 哇 好好看 Morph的眼影盘 然后YSL的金色睫毛膏 没有想到吧 睫毛膏? 对的 这个是YSL的金色睫毛膏 我要涂 然后YSL的遮瑕跟 好像是阿玛尼的眼线还是 哦不是 Laura的眼线 好的 可以 不错 我们现在从Sephora出来了 Sephora里面真的太吵了 去吃冰淇淋 我好开心 你现在要去吃冰淇 冰淇 哇 几点看 这是我的快乐 我好开心 第二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勺子 这样的话我吃到口红上 我先来了一家甜品店 他们家特色是一个 Fresh Taro Milk Tea 就是新鲜的芋头 香芋 鲜芋 芋香奶茶 对他们 上面写的是芋香奶茶 你真的超级好喝 我要再次表达我对这个奶茶的喜爱 它的珍珠特别的软 然后芋头是那种 嚼得到的颗粒感的芋头 这个珍珠奶茶 我原本是不想喝的 但是我现在很庆幸 我最后动痒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 为什么两个女生还在打街上晃着呢 我今天要带艾斯建设一下 是不错 但是人家不开门 所以 开门可以啊 我们路过一下总行吧 这是加拿大有名的 南拖衣物 加拿大排名第一 销量第一的 南拖衣物店 我发现了几个小垫子 感觉做起来很舒服的样子 耶 做哪个 黄的 好的 因为大 哎呀 我来跟你坐一起 快看 好舒服啊 我看你的头部扭到发矿了 姐一个吧 为什么拍我这么丑 现在是晚上三点钟 我有点绝望 我在剪视频的时候 发现我的语言能力 好像有点 虽说我拍vlog 是为了记录生活 但是我觉得 你的视频太贴近生活的时候 可能会让大家看起来 就觉得有些没有头绪吧 在我们两个的一番研究以后 我们发现我们平时讲话 明明很快 可是一拿起相机 对着镜头开始讲话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崩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做的不好的原因呢 也不是做的不好 有在提高的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视频我们得精简精练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就是 我们以后收美食测评之前 首先要做攻略 找同一词找相反词 然后找一些别人怎么说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最后来写个稿 然后再给大家详细的背稿 来解说一下这个食物 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敬请期待明天的咖啡测评 好了大家拜拜 明天见